很多的臭宝养花老养不好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今天给大家例举一下 养花最怕的几个点 第一 害怕大家呢 把那种不耐晒的植物 拉去强光的暴晒 你就以垂丝茉莉 君子兰 兰花 绣球 玉璨 还有绿萝 一些个 拿出去大太阳一晒 然后跑来问 老外你看这个咋的呢 那都是晒的 还有灰背族这些 耐不住强光的暴晒 发财术这些个 一定要盖在这个点 第二个事呢 就是害怕大家呢 天天浇水 你浇水行 你这个浇水很好理解 你 你比方说咱们拿的这盆花 你浇了水 它这个下面能漏水 那个行 如果说通风好 光照好 它干得快 那你多浇点水 这个无所谓 是吧 这个不怕 但是就怕啥呢 有的花友用的是那种 带底的磁盆 浇了水 你或者就跟泡酱菜的一样 就怕那个完了 时间长了就把根给泡坏了 明白了吗 不是说不让你浇 是可以浇 就给人喝水一个道理 不是不让你喝水 你喝水是渴了再喝 不渴不喝 你不渴的时候 你喝也没事 但是你得去厕所 得尿得出来 你家伙跟我大舅子一样 尿不出来 光喝不炸吗 是这个道理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就洗根换土 洗根换土 买的时候多花两块钱 买那种好点的土 什么椰康了 松针了 炒炭了 或者泥炭土的 是吧 你最吃的 你买个沙土的 你一看那种 大黄泥 大浇泥土的那个 谁养都很难养 你选 选的时候问一嘴 那个土 那种土对我来说 都是个噩梦 我拿回来 我这灯灯 敲了就给它洗根换土了 所以说 不是那种浇泥土 就没有必要 洗根换土 千万别乱折腾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害怕 对着空调 一个就是猛吹 很多的植物 在这个 空调口那 都能吹坏 明白了吗 你千万别对着空调 你话说 你就给它放到那种风口 好一点的地方 你比方说桥栋子底下呀 小树林啊 是吧 你家树底下呀 或者是那个 东南阳台北阳台 通风好一点地方 闭下暴晒的地方 那个可以 明白了吗 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像种球类的 多肉类的 跟兰花类的 它们会短暂的休眠 这个时候要控制浇水 跟撕肥 一看那个植物 夏季高温的时候 长得不好了 就认为缺水缺肥了 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 有些个植物它夏季休眠 你要不确定了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边问 我们会回你啊 还有一个呢 就害怕大家大量的 盲目的去用肥料 植物的施肥 最简单 你就 人是一天吃三顿饭 植物一个月吃三顿啊 记住了 那种素效肥 你尽量少用 你给人吃饭不一个道理吗 你少吃多餐 你先吃一口尝尝 行的话再吃一口 慢慢来 一口吃不成胖子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啊 对吧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有问题的 可以视频留言 我是老花一 然后最在意 掰了 抽包